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一千零二十二回 接下来的时间里啊 韩丽一家接一家的又看了其他许多感兴趣的店铺 主要是材料店 法器店 服务等各种专门的店铺 虽然说的同样的有所收获 但是比起韩丽得到的天外魔甲来 自然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他足足的在这条街道上待了一天一夜 天色再次昏沉沉的时候 才叫了一辆售车返回了住处 一连十几天啊 韩丽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就这样呢 只是到云城各处大小街道 还有数以百计的商铺中 闲逛不停 如此一来 韩丽总算对云城各处 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到了晚上啊 这项之礼呢会偶尔的过来一下和韩丽聊上那么一会儿 在此期间 这云城 看起来外景内松 城中所有人的一切如常 丝毫未见有大战降临的紧张的气氛 真不知道天云朱族 对脚翅族的进攻早就习以为常了呢 还是认为标志族啊 根本不打算打到云城附近来 这一天 韩丽再次的从客栈出来的时候 却再没有去什么店铺 而是直接拦住了售车 对车夫说了一句 云霞山 然后又钻入车中 不再言语一句了 售车顿时在街道上飞奔了起来 这一次呀 车子几乎横穿了大半个云城啊 竟来到了一座高山脚下处 默然停了下来 韩丽走下车子 双目微眯的望着眼前的庞然大雾好一会儿 这的的确确是一座高山啊 高 足有三千余丈 上面葱葱绿绿的 同时呢 一股精纯的灵迹扑面而来 此山竟然还具有极其灵迈的样子 韩丽四象望了一望 同样的大山 附近还有七座之多 大小程度呢 全都差不多 这就是云城赫赫有名的八云山 据说很久之前啊 当时城中的几名大神通存在 实感神通 莫测难辨 硬生生的将地面上的八座大山挪移到了云城 并另外呢 从地面居进了八位集体灵迈 然后打入到了山中 从而形成了呢 不在地面却具有灵迈之地的八座灵山 这八座灵山啊 也是云城唯一可以供人长久居住的 供人修炼的灵地 还有大大小小众多的洞府 那么这些洞府呢 并非归哪一个人私有 全都是对外租用 当然了 此洞府出租的年限是以百年来计 并且费用贵得惊人 但就是这样 八云山洞府也大多呀 真的租了出去 甚至呢 有的时候还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贾天墓的临时洞府 就在眼前的这座云霞山当中 按照洞府的地址 含了一体表青光一起 立刻呢 就化为了一道青红 直奔山上飞蛇而去 八云山区域啊 也是云城中唯一几处 允许动用法力直接飞顿之地 含立自然没有太大的顾忌 而他所以会出现在此处 自然是因为对方承诺的 所谓通灵傀儡了 这段时间呢 含立自然对万古族的情况 了解了不少 此族在天云十三族中 虽然排名中等 但是对傀儡术的研究 此族却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其说是雷鸣大陆最擅长傀儡术的三大种族之一 而原先不明白的通灵傀儡 含立通过翻阅点击和向相知里的讲述 也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此种傀儡啊 起码要有化神以上威力不说 竟然呢 具有一定灵性 即使呢 不用分神操纵 也可自行执行一些简单的命令可见 他的珍惜了 并且据说呀 此类傀儡的灵性 还具有自我进化的可能 最后甚至能具有不低的灵质 当然了 这也只是传说而已 万古族并未公开承认过此事 但就是这样 也让通灵傀儡呢 又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当然了 这种通灵傀儡 即使万古族也炼制不易的 一般呢 根本不会对外出售 那么就是偶尔有一两句流露出来 也都被其他个子一抢而空 每一句都能够卖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天价出来 听到通灵傀儡的这么多奇异之处 韩力本身呢 也精通傀儡炼制 自然对此大感兴趣 外加上他还另有一些目的 这才亲自到此山来了 韩力所画青红几个闪动之后 就在山腰处一个偏僻之处 一个盘旋落了下来 在他身前不远处 赫然是一面不起眼的山壁 在上面一扇树杖高的石门镶嵌在壁上 韩力呢 并没有直接上前敲门 而是刨袖一抖 顿时呢 一道火光飞射而出 一个闪动过后 就无声无息的没入石门当中 不见了踪影 结果呢 没有多久 石门表面白色霞光一闪 大门自行的打开了 贾天墨满脸笑容的走了出来 哈哈哈哈哈哈 果然是韩道友 但是道友为什么到现在才逮啊 在下可是苦等了好几天啊 韩力有些事情在身 耽搁了一些食欲 贾道友不要见怪啊 韩力仔细打亮了对方几眼 发现呢 对方气色大好 当即微笑着说道 原来如此 这里不是讲话之所 早有请进 请到府内一信 贾天墨点了点头 当即呢 热情异常的邀请道 好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韩力也没有客气 当即大步走了进去 贾天墨的洞府并不算大 穿过了一小段通道就进入到了一间三十来丈大的厅堂 布置呢 倒也是典雅别致 顶部啊 镶嵌着几个闪闪发光的圆珠 厅堂中间呢 摆放一张桌子 两盏茶几儿 以及数把椅子 除此之外 就再空无一物 甚至厅堂四壁 也都只是普通的轻石而已 道友请坐 贾天墨在主座上坐下来之后 招呼着说道 韩力点了点头 在一侧坐了下来 啪啪两声传来 贾天墨二话不说 竟先呢 轻拍了两下手掌 韩力目光一扫 顿时望了一眼一侧的某扇偏门处 门内呢 传来了脚步之声 片刻之后 一名貌美的二十来岁的女子 一身黄色宫装 手上啊 捧着一个长条形的木盒 婀娜多姿地走了出来 此理一会儿就走到了厅堂中间处 将手中的木盒呢 往韩力生前的茶几儿上一放 就恭敬地站到一旁不远了 奇怪的一幕出现了 韩力目光呢 只是在眼前的木盒上一扫 竟再抬头 双目一眯地凝望着出来的女子 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奇怪之色 怎么 道友莫非看中了我府上的这名使唤丫头 若是真喜欢的话 我将其赠送给道友 你看如何呀 贾天木见到此景 却倾笑一声说道 没什么 哈毛只是觉得通灵傀儡果然名不虚传啊 要不是在下同样懂得一些傀儡之术 并懂得有些神秘的秘术 恐怕会将道友这只通灵傀儡当作真人的 他身上气息灵压 竟然和我等修炼者如此相似 哈利笑了起来 用赞叹的口气说道 哈哈哈哈 韩道友看出来了 哎呀 到我洞府做客的圣族以下的同道 道友绝对是第一个 自行发现 这十女是傀儡之身的 此可得是我当年亲手练制 当初可忙过了不知道多少好朋友啊 家天牧听闻 韩力直言 非但没有沮丧 反而高兴的哈哈大笑了起来 似乎韩力啊 依然看破其炼制的人形傀儡的身份 反而呢 让他大声知己知感 在下也只是侥幸而已 不过 这只通灵傀儡似乎等级不太高啊 太过偏向你人化的细节了 韩力望的那几乎和真人一般无二的傀儡 微微一笑 韩兄慧眼如炬啊 这只傀儡是我当初炼制的第一只通灵级别的傀儡 只有上足三阶实力 完全的只是追求其灵性方面 但可惜的是啊 我培养到现在 灵性都未能有何提高啊 贾天木叹了一口气 转眼的看了眼那个女子 脸上露出了一丝遗憾之色 而那女傀儡在此时 竟仿佛常人一般的冲贾天木奄然一笑 但是马上的笑容一脸 重新变得面无表情了起来 韩力看到此景有些无言啊 哎 对了 韩兄啊 看一下河中的通灵傀儡吧 看看是否满意 贾天木将目光收回之后 冲韩力笑着问了一句 好吧 那在下可就不客气了 韩力点了点头 一只袍袖的冲桌面一扶 一片清光飞进而过 咔嚓一声脆响过后 长条形的木盒一下子开启了 露出了河中之物 这是 韩力灵神一望 脸上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出来 河中的赫然放着一条持续长的白蛇 通体啊 晶莹剔透 一层白蒙蒙的灵光将其照在其中 啊 这是小弟前不久炼制出来的新型通灵傀儡 等阶呢 大概和到有现在的境界差不多 也是上足七阶左右 虽然说等阶不算是太高 却可以呢 有两种形态的变化 要不是韩兄救过小弟一命 贾某还真舍不得拿出这个傀儡啊 贾天木明显的有几分不舍的说道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两种形态 韩力文言却有一些惊讶 不错 虽然说没有滴血认主过 但是呢 我也可以简单的操纵一下 示范给韩兄看上一看 贾天木说着 随之呢 单手一掐掘 远远的冲韩力的木盒处 轻轻的一点指 顿时呢 一根白芒从指尖处射出 一闪即逝之后 就没入盒中的白蛇身体当中了 灵光一闪 原本静静不动的白蛇突然扭动了起来 随即呢 白光大放之下 一下子化为了一道白光 从木盒中飞射而出 一个树杖长的白蟒 在大厅上空盘旋飞舞 远远望去 此蟒 两眼血红啊 鳞片闪烁不动 摇头摆尾之下 一股凶煞之气扑面而来 和一条真正的巨蟒 没有丝毫的区别 忽然 贾天木口中一声低贺 单手一扬 又一道法掘 打得出去 白蟒身形一顿 身躯呢 木然一抖进 一下子全缩成了一团了 白光大放之间呢 白蟒就瞬间化为了一名 眉目如画 英姿飒爽的白袍女子 只是眉宇之间呢 略带一丝茫然 愣愣的悬浮在半空当中是一动不动 怎么样 这只通灵傀儡无论对敌 还是放在洞府中当作使女使用都极为的事宜 这唯一的缺点呢 大概就是零食的消耗 是其他通灵傀儡的数倍以上 并且因为此傀儡身躯大半呢 是用寒光金铁炼制而成 也只能用极其罕见的冰属性零食啊 才能驱动得起来 道友若是真要的话 以后的零食花费肯定是不小啊 贾天牧在一旁解释道 冰属性零食虽然稀有 但是韩某自问还能收集到一些的 只要傀儡好用就可以了 这只傀儡我就不客气收下了啊 韩丽凝望了空中的白袍女子好一会儿 这才展颜一笑 哈哈韩兄满意就行啊 此傀儡只要拿回去低血认主一番 别人呢就再也没有办法操纵了 贾天牧一笑 单手掐绝呢 再触空中傀儡一点 顿时呢 白袍女子身形一晃 直接就化为了一团白光 往韩丽这边飞射而来 一个盘旋过后 化为了一条白蛇 徐徐的落入到了河中 与此同时呢 韩丽袍就一抖 青霞飞剪而过 将河盖重新合上了 小道友 刚才听你所言 这些通灵傀儡都是出自你手 这道友的傀儡炼制之术造诣之高 可想而知啊 在下手中呢 恰巧也有一批得自他人之手的新型傀儡 非常有趣 道友是不是想见识一番呢 韩丽说着 将木盒刚一收好 就冲贾天牧笑了一笑 哦 新型傀儡 道友快拿出来 让我见识一下 贾天牧闻言啊 脸色一下子露出了大喜之色 韩丽笑了笑 单手一翻转呢 手中漠然多出了一个玉霞出来 上面灵光闪闪 竟然还贴着树道 尽致符露 将此符露一接 单手呢 再轻拍一下霞盖 顿时盖子一飞冲天 从玉霞中一下子飞出了 数十个寸许大小的小人偶出来 正是那韩丽啊 从地渊妖王血袍人那里 得到的一批灵氏傀儡 这些人我刚一飞到大厅中间呢 就突然之间爆发出了一团五色的迷雾 一阵翻滚散尽之后 在大厅当中一下子就献出了十二名 身如五色衣衫的貌美女子 一个个婀娜多姿 妖娆妩媚 而在大厅两侧 和同时出现了二十四名 眉清木秀的年轻男子 一个个手持各种乐器盘系而坐 韩丽没有催动任何法学 一阵动听的乐声呢 在大殿中响起 让人听得是心旷神一样 而那些貌美女子身形晃动之间 竟随着乐声呢 在大厅中动了起来 只便这些女子细腰如柳 五色衣衫飘动旋转 阵阵齐乡遍布各处 一时之间 大厅中到处都是迷人的丽影 妖娆动人至极 贾天木在这些人偶出现的一瞬间 就瞪大了双眼 眼睛眨也不眨的 一直就那么看着 不知过了多久之后 动人的乐声一顿 跳舞的十二名女子 舞姿一停 就纷纷束手而立了 哎 果然有一些意思 这些人偶体内 似乎有肌肤的神念 不是寒道友的吧 贾天木长吐了一口气 目光闪动着说道 道友也看出来了 这些傀儡叫做灵士 是一种半灵半物的傀儡 它和通灵傀儡不同 实际上一种灵虫的 惊魂灵体和傀儡之身呢 融为一体诞生出来的 说起来和道友的通灵傀儡 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啊 同样的呢 是依照一定本能来行动 谈不上什么灵士 更不可能再有任何提升灵性的余地啊 韩力笑着说道 将灵体和傀儡融为一体 这种想法 我以前也曾经有过 但是尝试过多种灵秀的精魂 却没有一粒能够成功的 这些灵士融入的是何种灵体啊 贾天牧呢 一听韩力之言露出了惊喜交加之色 迫不及待的问道 这些灵士我也是无意中得到的 融入其中的是何种灵体 我还真的不大清楚 但是有些灵士在手的话 倒要将他们分离出来 再找出他们的真面目 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吧 韩力摸了摸下巴 大有深意的说道 这倒也是 哎 什么 难道韩兄愿意将这些傀儡送给在下 贾天牧先是有些恍然 但随即又大吃了一惊 这些灵士虽然有趣 但是对在下并没有太大用途 倒是道友啊 本身在傀儡树上的造诣实在惊人 有了他们呢 说不定还能在此上面更近一层啊 杭力平和的说道 这些灵士的确对我大有用处 但是 但是如此珍贵的东西 在下怎能轻易收下 哎 要不这样吧 在下手头呢还算宽裕 我看 我用高价把它们买下来 你看如何呀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 第1023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